蛀牙周病不只影響美觀 要是親呼牙痛問題不就醫 可是會引發大問題 高雄就有兩名患者 因為蛀牙差點失明 這名60多歲的婦人 幼顏腫到幾乎睜不開 一時翻開眼球一看 整顆眼球發炎紅通通 一檢查才發現 近視蜂窩性組織炎 還併發全身敗血症 差點小命不保 當初她的狀況 可能狀況就是說 她牙髓腔的這個發炎 從我們全齒的這個 我們叫K9Space的地方 一直往上感染 延伸到我們的眼窩的部分 另一名40歲男子 也是同樣狀況 因為蛀牙後口腔內細菌 隨著血液流竄到眼部 造成眼內炎 視力剩下0.1 如果放任不管 很可能惡化成蜂窩性組織炎 除了失明 還可能危及性命 通常我們在拔完牙 或是在處理一些比較 可能根管治療 或是說處理一個 比較大範圍的一個 牙齒的部分的時候 假設有一些 就是年紀比較大 或是說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說慢性病 或是免疫方面問題的病人的話 我們會特別請她要注意 口腔衛生的一個保養 除了眼睛出狀況 輕乎蛀牙等牙科疾病 也很可能引發心血管問題 千萬不能大意 一時也呼籲民眾最好 每半年定期洗牙 維持牙齒健康 才能避免細菌亂窜 出問題 記者蔡雙及高雄報道 動作 細菌移民進行